近日,韩剧流星开播,受到不少网友的关注 李盛金饰演的角色吴涵青是经纪公司Starforce娱乐宣传部组长 有出众的口才以及卓越的危机应变能力 虽然快被公司力捧的明星孔泰成搞疯 但两人却发展出意想不到的感情 街舞大饰演的角色孔泰成是Starforce娱乐的招牌明星 虽然在粉丝面前非常亲和 但私底下却有着非常难搞的一面 让吴涵青非常头痛 韩剧流星虽然是浪漫爱情喜剧 但题材却相对新颖 刻画一群为明星收烂摊子付出血汗类的人 而这样的工作关系却发展出浪漫的暧昧氛围 绝对会是让粉丝们怦然心动的剧情啊 除了剧情发展备受关注 李盛京金勇大的CP组合也让粉丝相当期待 两人不仅是第一次合作 还挑战相差五岁的甜虫姐弟恋情 光是预告中的壁冬 贴耳悄悄话就让人超期待 除了颜值高 两人也被封为长腿CP 金勇大的好身材绝对是流星的一大看点啊 预告中就能看到他为了拍子而至穿着西装外套 露出超精实胸肌 完全就是意图使人犯罪 连李盛京看到也忍不住害羞的转头 在参加访谈时 金勇大还超会撩姐姐 被问到两人的MBTI性格测试很像 金勇大还说 因为两个人如果在恋爱时就会很像 让李盛京忍不住无脸尖叫 刘昕除了男女主角的高颜值引人注目以外 超强配角群也是一大亮点 尹中勋在刘昕中饰演心力娱乐管理组长江有成 长相帅气的他举止文雅 聪明伶俐 工作效率更是一流 目前看起来是个很有魅力的角色 尹中勋自2013年出道后参演过不少电视剧 再请回答1994卫生顶楼等剧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金勇会在流星中饰演心力娱乐经纪人朴浩英 曾是跆拳道运动员和保镖 拥有运动员的容貌和语气 短发造型让人印象深刻 今年30岁的金勇会从童星出道 曾演出《重案组》《吸血鬼侦探》 重回18岁等剧 而他最为人熟知的角色 就是黑道律师文三左中的钢琴老师兼骇客高手 气质满分的同时又有搞笑功力 他也曾在节目上承认自己整过型 大方态度获得不少人赞赏 朴素珍在流星中饰演娱乐记者曹奇美 是女主角吴寒星的好友 剧中他在跟吴寒星吃饭时 要先把稿子搞定 才能好好跟好友聊天 整个人充满了厌世感 朴素珍是女团Girls Day的成员 曾经参加过蒙面歌王 展示了他稳定又浑厚的唱功 而且他也参演过不少电视剧演出 包括诞生把家族 The King永远的君主 期待他在流星中有更精彩的表现 李正信在流星中饰演心理娱乐聘用律师 杜秀赫 以精致的腕表和风格 快速准确的工作著称 是一个一到下班时间 就会准时闪人的律师 他看到吴寒星急急忙忙冲进公司 只好奇了一下是否又出事 就直接下班 跟吴寒星需要随传随到的工作内容 完全相反啊 靳豪英在流星中的角色是心力娱乐管理组新人 变正烈 手脚很笨拙 因为影影问题 被徐一书饰演的女明星痛骂 在快被开除时 被江友诚用说反话的方式救了回来 之后变正烈反而变成公司的影影高手 而在江师校园中 他是留着呆瓜皮头发的射箭队成员张明仔 他在剧里一直帮助别人 最后还是领便当 真的很可惜 除此之外 还有根据韩媒报道 颜基俊 奉太奎将特别出演刘欣 目前已经结束了拍摄 影中勋在刘欣中饰演 心力娱乐管理组长江友欣 是孔太成的哥哥兼经纪人 外表温暖 举止文雅 颜基俊 奉太奎 因为与尹中勋的缘分 因此决定特别出演刘欣 The Penthouse系列总共拍摄18个月 颜基俊 奉太奎和尹中勋 也累积深厚的感情 结束之后 三人也卸下恶棍身份 一起出演综艺 不会伤害你 以为可以到乡下治愈 结果制作组准备了废宅 几乎每一集都在劳动啊 三兄弟的反差门 受到不少观众的喜爱 这次将在流星重逢 也令人期待会是什么角色 而流星由李圣经金勇大主演 讲述看似光鲜亮丽 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发光发热的明星们 背后有多少人 付出了喜憨泪的故事 感谢这些小伙伴们 可以关注一下哦